哈囉各位各位我是可以思汀 從小我有兩個夢想 一是當職棒球員 二是當一個太空人 好像兩個都沒有達到 但至少我可以告訴你 太空人在外太空是怎麼吃東西的 外太空是一個非常極端的環境 不論是零重力 空間極度狹小 所有的資源都必須要從地球帶上去外太空 因此對太空人而言 要吃怎樣的食物最能夠回味地球的滋味 就是設計太空食物最大的挑戰 人類挑戰太空的歷史至今大約60年 從阿姆斯狀登陸月球開始 到現在的太空人 他們所吃的東西 已經非常接近地球上大家吃的東西 太空人因為是在執行任務 必須要吃的非常營養 跟地球有一點非常不同 多數的食物本身要盡可能的降低含水量 減少流殖狀態的時間 主要的原因在於零重力 如果你是流殖的狀態破損的話 覆水更加難收了 很多的食物上太空前必須要抽取水分 真空包裝 需要吃的時候再重新加水混合 這個就叫做覆水食物 他們會先加水把食物重新吸收水分之後 再用像這種長條狀的湯匙 從包裝挖出來吃 太空食物幾乎都會用像這樣子的鋁箔紙包裝 過程會透過無菌處理以及抽真空 確保裡面的食物可以長期保存 那要吃的時候 只需要直接把包裝加熱 吃完直接丟棄 省下很多麻煩 欸那你會不會想過 太空人如果想要吃麵包怎麼辦 很可惜 要避免麵包蟹到處亂飄 飄進機器裡面 他們頂多只能夠吃玉米餅 像這種不會掉蟹的東西 或者是特地為了太空人設計 一口小麵包 各位你看這個影片超酷 他在示範如何在外太空吃花生果醬三明治 真的很懂享受耶 任何東西都盡可能用魔鬼沾黏在桌面上 要不然真的會到處亂飄 另外太空人為了要排解長期待在小空間的那種鬱悶感 自己也會辦屬於他們的Pizza職業 當然這個Pizza就是用玉米餅讓大家一起享用 另外一些像是燉鍋雞肉派 燉牛肉等等的這些主餐呢 可以用罐裝的技術封裝然後帶上太空 基本上每一個人吃些什麼 份量多少都是有非常精準的計算的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得到一點點個人嗜好的權利 可以攜帶一點點自己想要帶的食物上太空 療癒系的美食到了外太空當然還是必須的啊 不過因為不能夠吃碎蟹或者是帶有流質的東西 可以選擇甜點像是 莓果醬特製的布朗尼以及布丁這類型的個人甜點 另外調味料則是可以帶各式各樣的啦 像是番茄醬芥末醬美乃滋正常包裝好就沒有問題 好像有一種太空人吃東西吃的不錯的錯覺啊 吃完東西喝個飲料也是必要的吧 太空人非常需要注重維生素跟礦物質 喝飲料就是他們維持必要元素的重要方式 他們會喝一些像調味水之類的東西 像是水 咖啡 柳橙汁這類型的飲料都可以喝 碳酸飲料就是大忌 可樂 雪碧 拜拜 碳酸類的飲料帶上太空因為壓力的變化會 為了避免液體外一些到處飄可能造成器具損壞的危險 太空人必須要用特製的兩層防護吸管 在包裝與吸嘴之間 還有一個小開關可以確保液體不會隨便的流出 最後最後我們要來打破一個網路迷思 有廠商推出了一個叫做 太空冰淇淋的產品 他們號稱就是太空人在上太空之後吃的冰淇淋 透過抽水處理的夾心三明治冰淇淋餅乾呢 吃起來就會有冰淇淋的味道 而且不會掉屑也不需要冷凍保存 可是經過查證太空人根本沒有吃這種東西啊 就算真的有人帶了冰淇淋上去 也是在利用那個僅存小小的冷凍庫 保存我們一般吃的冰淇淋 所以講說自己是太空食物 只是個噱頭而已 介紹完這一集關於太空食物的影片之後 各位對於太空探索有沒有 就多了那麼一點好奇心呢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有什麼想法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可以斯汀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